即时新闻综合报导,台中市政府为2017年耶诞节于柳川流域内打造全国唯一水上光景耶诞树,但现在却有钱去参观的外国游客涉水进入耶诞树内与亲朋好友合影留念,这个举动被网友骂翻,许多人直呼没水准到报,真希望漏电。 民众将影片PO上脸书社团爆料公社从中清楚看见一名外国男子爬入光景耶诞树内,过程中不断拉扯配有灯泡的电线,令两名男子则是涉水依靠在耶诞树外圈铁栅,让岸上朋友帮他们合影留念。 全程都有我国民众指指点点,但这些人却如入无人之境。 许多网友看到这样的画面,都对三名外籍人士的行为感到不齿,相继留言指出,没水准到报,来台湾秀下线的旁边很多小孩,不良示范,没水准到报,台湾不需要这种没文化的游客,来人啊,把他们罚钱驱逐出境。